一个本来应该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下课 却因为汉武帝而被载入了史册 史记 汉书 资质通鉴都花费不少的笔波记录了这个人 那么这个郭瀉究竟是什么人 生活在民间的他怎么会和汉武帝有什么交集呢 汉武帝若是为了什么一定只要置他于死地的 请继续收看腐经才讲述戏的节目 汉武帝的三丈月后 第四季 大侠之死 郭瀉一位行侠仗义救人危难的民间游侠 本来和汉武帝没什么交集 可是最后竟然被汉武帝判了死刑 这一次三位史学家的观点就很有意思了 司马先肯定了游侠存在的正面意义 可是一贯观点对立的司马光和邦固这一次却观点一致了 他们一致站在了拥护体制一边 而突出了游侠这一类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那么不管正面还是负面 一个民间的游侠按理说是不应该和汉武帝有什么交集的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亲自来处理郭瀉的事 不仅判了郭瀉死刑 而且把郭瀉灭族了 游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三位史学家为什么要专门给这些人力赚 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江鹏老师 为您精彩下主戏的节目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第四集 大侠之死 资质通鉴在汉武帝的元硕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一百二十七年这一年里面 记载了一件事情 在汉武帝的亲自指导下 中央政府处理了一个叫郭瀉的人 并且最后判了这个人死刑 司马光在这个地方 不仅是把这个事情前后的细节全都交代到了 而且还在篇末长篇累读的引用班固 和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寻悦的相关评论 来讨论这件事情 前后加起来有千把字吧 资质通鉴它是以文笔简练组成的 用一千个字来讨论一件事情 不算篇幅短 我们知道汉武帝在位一共五十四年 在资质通鉴里面用六卷的篇幅就讲完了 那平均一卷得讲九年啊 一卷最多也就一万个字 资质通鉴在编撰的过程当中啊 它有一个潜规则 一般如果是对于国家政治社会名声 没有太大借鉴意义的 资质通鉴是不予录取的 像屈原啊 这么大的一个腕 这么大一个人物 在资质通鉴里面啊 没有提一个字 郭瀉呢 他只不过是当时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民间侠客 那和屈原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小人物了 在苍茫的历史长河中啊 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人物 但是在这个地方 资质通鉴却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这个人 而且提到了汉武帝亲自出面来处理关于他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背后有什么拳击呢 我们要了解啊 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可能先要来看一下 郭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以及他干过哪些事情 为什么会引起汉武帝的关注 郭瀉这个人啊 他原来是河内郡的纸县人 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河南省纪元市 他的父亲呢 原来也是一个侠客 在这个汉武文帝的时候啊 被诛杀了 因为犯事情 那么这个郭瀉可能是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 在年轻的时候啊 虽然是个头矮小 但是呢 也喜欢仗剑行侠 一脸的杀气 借骄报仇 藏命作奸 这话怎么理解呢 呼朋引泪 有仇必报 藏那亡命 作奸犯客 除此之外 还包括私造货币啊 挖人祖坟啊 这些事情没少干 但是到了年长以后 这个郭瀉 他开始简典了 改了 则结为简 以德抱怨 后失而勃忘 变得比较的千功节俭 而且能够做到以德抱怨 给予别人帮助之后啊 也不是说期望着别人回报他 有一点好像是做老大的拍头了 那么关于郭瀉成年以后的事情 史记和汉书里面记载了不少 我们可以挑几个出来讲一讲 比如说郭瀉的姐姐有一个儿子 那就是郭瀉的外甥了 这个人呢 做事情有点不太讲理 仗着他舅舅的势力 有点蛮横 有一次跟别人喝酒的时候啊 别人不愿意喝 他强惯着别人喝 结果把对方给惹怒了 对方呢 拔刀刺杀 把郭瀉的这个外甥就给杀了 大家看看这都是年轻惹的货啊 喝点酒多大点事啊 对不对 对方一看闹出人命了赶紧逃吧 逃走了 那郭瀉的姐姐可就不干了 说是你郭瀉的外甥就这样给人给杀了 凶手还找不到 你郭瀉以后在道上还怎么混啊 把儿子的尸体往路边一轮不葬了 想用这种方法来自己羞辱这个郭瀉 郭瀉暗中也大听到了这个凶手的藏身之处 这个凶手啊 后来也被搞得非常窘迫 他知道郭瀉有势力不好惹 那怎么办呢 最后没办法只好到郭瀉那去自首了 结果郭瀉跟这个人说啊 这个事情不能怪你 是我们家小孩不对 而且跟他说 公杀之故当 也说你杀他是对的 说完之后就把这个凶手给放了 然后郭瀉自己出面 把这个外甥给收葬了 这么一个事情 通过这件事情啊 所有的人都对这个郭瀉佩服得不得了 就算是自己的亲外甥被人给杀了 他还能理清这其中的是非取直 不偏袒 所以很多人通过这件事情 都对郭瀉非常的信任 不仅如此 很多人都跑过来投奔他 衣服他 那么这在当地呢就形成了一个 以郭瀉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社会集团 郭瀉在当地的势力就非常大 但是这个事情啊 如果我们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 重新来考虑一下 大家会发现这个事情里面有问题 这是一宗人命案啊 该怎么处理应该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调查 司法介入然后进行处理 你作为家属 你对这个事情的是非取直怎么看 你能不能原谅这个凶手 那是另外的事情 这种态度不应该影响到法律进程 更不应该擅自处理 按照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 他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司法力量的揭露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上啊 政府和相关的法令不一定能够起到有效的管理社会的作用 而像郭谢这样的人呢 很多时候啊 他的声音可以比政府更小 那么所以郭谢啊 就通过自己的威望和能力取得了大家的信任 也博得了声誉 但是呢 与此同时也让一般的老百姓啊 对他有一次惧怕 为什么 百姓怕官府吗 你郭谢居然比官府还厉害 所以在郭谢的家乡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谢出入人皆必知 只要一看到郭谢出来了 大家都自觉的躲开 躲得远远 给他浪露 偏偏有这么一个人 不信邪 看到郭谢出来以后啊 坐在那 机具是之 两条腿往前一踏 像个波及死的 这在古代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机具 是一种非常傲慢的待人的方法 很不礼貌 郭谢的手下 一看当时就非常生气 就想把这个人给杀掉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啊 别人这样做固然非常不礼貌 但是也不至于你要把他杀了 可见郭谢当时这个威胁非常大 但是郭谢呢 他还是十大体的 把这个手下给拦下了 你不能杀他 而且呢 暗中打听了那个人的性命 那郭谢暗中打听这个人的性命 是不是想借机报复啊 找个机会去报复他 不是 恰恰相反 郭谢说 知义乌治不见尽 是无德不修也 在本乡本土的 被人不尊重到这种程度 说明我的德行不够啊 所以呢 郭谢他就要去修德 怎么修这个德呢 我们中国古代啊 老百姓要为政府去扶摇义 就是给政府提供义务劳动 那么在汉武帝的时候 他是规定一个成年男子 一年里面要为政府义务劳动一个月 但是每当轮到这个人 该去扶义的时候 他发现 怎么眼看着就要轮到我了 官府怎么不来叫我啊 不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 原来是郭谢跟当地管这个事情的官吏 打了招呼了 说轮到他的时候 你就跳过去 不要叫他 这个人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非常感动啊 我以前这么不礼貌的对待他 他不但不记恨我 还帮助我躲过了这个服役期 于是就跑到郭谢面前向他道歉 表示要尊重他了 我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从郭谢的角度来讲 他这叫以德抱怨 又通过一次行为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但是我们再仔细一琢磨 这个事情还是不对 为什么 大家轮流扶摇意 这是一项制度啊 每个人都应该尽了义务 现在得罪郭谢的这个人 你凭什么可以逃脱呢 就凭郭谢一句话 那对其他老百姓来说 这不公平啊 你这是属于特权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 郭谢他是立了德了 但是我们说他立的这个是私德 但同时呢 他却破坏了公义 如果我们仅仅从为人处事的角度来看 像郭谢这一类的游侠 还是很令人敬佩的 而且从三位史学家都专门花费重磨 来记载游侠这一类人 也可以看出 他们在当时的社会 的确是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那么这些人 他们的存在 和倡导国家秩序的政府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的存在 会对汉武帝的统治 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人物呢 在史记和汉书里面 都是把他放在游侠传里面来叙述的 那按照司马迁的分类啊 郭谢是属于典型的不一游侠 游侠这个群体 从战国的时候 一直活跃到汉代 按照司马迁的分类 游侠可以基本分为两个类型 一类叫做青相之侠 一类叫做不一之侠 青相之侠 最有代表性的 最典型的 就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 造国的平原军 魏国的姓陵军 齐国的孟长军 楚国的春生军 这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是这个贵公子 有非常崇高的政治地位 有非常庞大的财力 那么他们就凭借了这个 豢养了很多门客 门客动辄几千人 势力非常庞大 而当时非常混乱的社会秩序 也给这样的人物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所以各国的国军们 对这个四公子都是非常忌惮的 而且因为他们势力非常大 那么这个风气 权贵豢养门客的风气 一直到汉武帝统治的早期 还是非常流行的 我们以前讲过的淮南王刘安 就是汉武帝时期最典型的青相之侠 刘安的门客也有上前 那么不一之侠的 不一之侠在汉初的时候非常活跃 像郭写这样的人 就是典型的不一之侠 从这个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是没有政治地位的 但是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豢养门客或者说是形成自己的势力 这个不是游侠最根本的特征 那么游侠它最核心 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 司马迁他说 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以诺必成 不爱其躯 富士之恶困 言必信 行必果 以诺千金 为了帮助朋友解决困难 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这才是游侠的真精神 那么在皇权政治已经确实的汉代 像郭谢这样的不义游侠 他不可能是仗着自己的政治势力去帮朋友解决困难 但是在社会上他也有自己的威望 有自己的声誉 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当时洛阳有两户仇家 相互仇恨 眼看着就要发生冲突了 形势非常紧急 那么这个时候洛阳当地就有很多有名望的人来调解这个事情 前前后后来了十几个 他说你们不要搞报复活动了 大家和解吧 没把这个事情给调解下来 还是剑拔弩张 这个时候就有人想到了郭谢 特地把郭谢从河南指线请到了洛阳 请他来调停这个事情 郭谢一来还真把这个事情给说下来了 双方都是卖郭谢的面子 说我们从着您这个面子 把这个事情给和解了 不再搞报复行动了 双方已和回归 大家看这个郭谢面子很大 别人摆不平的事情 只要郭谢一出马 立刻摆平 这个还不是故事的高潮 高潮还在后面 郭谢一看把这个事情给讲下来了 就跟当事人说 你看在此之前 洛阳这么多贤达文人都来调解过 你们都没给面子 我现在一个外地人跑来一说 把这个事情给说下来了 这个事情传出去 那些洛阳的大佬们都没面子 所以这样我跟你们说 我连夜回指线了 不在这待了 你们表面上就装作 我没来过 没干预过这个事情 对外还是宣布你们 这个事没完 等到改天有其他的洛阳名人 来给你们协调的时候 你们再借颇下驴 借着这个机会再和解一次 那意思是说 这个是洛阳本地人靠自己的力量 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我们看 郭谢在这个里面 他做的这个事情 不仅是调解纠纷 做了好事 而且做了好事 还不留名 还要把功劳让给别人 简直是汉代的活雷锋 但是我们再想一下 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把郭谢请来调停 说明政府法令对这件事情 不起作用 当时这两个仇家 看样子也是不服政府法令 不认同 郭谢为什么能够把这件事情 给调解下来 那是因为这些当事人 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和立场 跟郭谢的处事原则是吻合的 所以郭谢能够把这个事情 给调解下来 所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啊 郭谢在政府的法令 这个体系以外 形成了另外一套解决纠纷的社会机制 在这个秩序里面 解决纠纷的方法 不是政府的法令法规 而是由郭谢这样强势人物 引导的独立于政府的法治法规之外的 价值观 情理观 很多时候啊 这套方法的确行之有效 我们前面举的这个几个例子 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也正是由于 这一套方法 对政府法令的藐视 这就难免使得这些人 和国家秩序之间 形成一种严重的冲突 这就让我们想起 金庸笔下 那一些远离庙堂 行走江湖的英雄儿女 这些人先依怒骂 快依恩仇 有自己的是非标准 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 比如说 杰富济贫 惩恶扬善 很多狭义的行为 都让我们拍手称快 但是呢 很多行为方式 都是在法令法规 允许范围之外 江湖规矩和国家法规 有一个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 哪怕是一个狭使 杀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匪徒 这个事情固然非常符合道义 但是用我们今天 从法治社会的观念去看啊 它依然是对法治次序的一个破坏 更加是对政府权威的一个挑战 民现的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日 像郭谢这一类人 如果没有和中央政府直接冲突 他们也不会进入汉武帝的事业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汉武帝和郭谢有了交集 郭谢又做了什么 让汉武帝容不下他的存在了呢 中国古代的皇帝啊 有一个特点啊 很多皇帝都是从他刚继位的时候开始 就开始给自己营造这个陵墓 汉武帝也是这样 从建安二年一直到元朔二年 大概十二三年的时间吧 汉武帝这个陵墓啊 就出现规模了 汉武帝这个陵墓叫茂陵啊 离西安不远 我们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都去看过 汉代有另外一个传统 就是一个陵墓建成以后啊 就要迁徙一批人口到这个地方去 把这个地方给充实起来 但是这个人口不是随便挑的 一般迁徙的都是一些地方上 有势力有利益有影响的人物 那为什么要把这批人给迁走呢 这其实又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社会的一个手段 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很有可能影响到政府的权威 而且他们有潜在的这样一种能力 什么能力啊 纠合百姓对抗政府啊 所以要把他们牵走 那么借着茂陵出城的契机 就有人给汉武帝提了这么一个建议 要把当时各个地方上三类人牵到茂陵去 哪三类人呢 第一是天下豪杰 第二兼并之家 就是有能力吞并别人田产的这个人家 第三乱众之名 提这个建议的是谁呢 又是这个祖父岩 我们好几次提到过这个祖父岩 知道祖父岩是帮助汉武帝处理诸侯王问题的重要代理人 这次为什么又是他 这肯定不是巧合 这说明迁徙地方豪权到茂陵去和打击诸侯王势力在本质上是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啊 这都是汉武帝加强皇权的措施 那么汉武帝接受祖父岩的这个建议 最后定了一些标准 其中有一条标准啊 他说家产满三百万的就要迁徙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汉武帝的时候 如果你家产是十万的话 那就是中产之家了 三百万那是巨富啊 有这样家底的人肯定在地方上是非常有影响力 也非常有势力的 所以这些人得牵走 防止他们扰乱地方影响地方 那么根据这条标准呢 锅蟹他的家产 不符合这个标准 没有三百万 但是郭蟹这样一个人通过我们前面讲的故事 大家可以了解到 他的影响力远远要大于那些有三百万的人啊 是不是 所以地方官吏啊 也把这个郭蟹列到这个签席名单当中 为了这个事情啊 当时大将军魏清 还亲自跑到汉武帝那儿 替郭蟹求情 说这郭蟹啊 家产啊 不符合这个三百万的标准 不应该被迁徙 汉武帝回答了一句话 郭蟹一介不一啊 居然有能耐让你一个大将军亲自跑过来为他求情 依我看啊 他家里不穷 所以汉武帝断然就要把郭蟹给迁徙掉 这大概是郭蟹第一次进入汉武帝的事业 那么没办法 郭蟹只能迁徙 往长安方向走 一过寒谷关 关中贤豪 知语不知 闻其声 真交欢喜 所谓贤豪 都是地方上有声望 有影响力的人啊 这些人不管以前认不认识郭蟹 都跑过来跟郭蟹结交欢聚 大家看郭蟹这个人气有多足 关中啊 就是寒谷关以西 那已经离长安很近了 天子脚下 郭蟹居然还能够受到这样的追捧 在郭蟹的老家 也就是在郭蟹被迁徙的前后 有一对父子遭殃了 谁啊 当时主张要迁徙郭蟹的这个官吏 这家人姓杨 为了给郭蟹出气 郭蟹的手下就把这个杨家父子全给杀了 那你们不是当初主张迁徙这个郭蟹吗 那就把这个杨家父子给杀了 杨家有人要到长安告状 结果就在这个长安 郭蟹手下又把这些上京告状的人给杀了 这也太嚣张了 所以郭蟹就第二次进入汉武帝的视野 汉武帝发话了 上文之下立补智谢 汉武帝亲自下令要把郭蟹作答归案 要把这个事情问清楚 那么郭蟹被逮捕了之后 经过审讯又翻出很多旧底子来 我们前面讲过 郭蟹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仗剑任侠 干过不少事情 后来又有自己的势力集团 那你要翻他旧案底的话 肯定可以翻出很多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 重点调查的有一个案子 当年郭蟹还在指线老家的时候 有一个鲁生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郭蟹 说郭蟹专以兼犯公法 说郭蟹这个人兼华 凭着自己的势力来触犯公法 那么郭蟹有一个手下听到这个话以后 就背着郭蟹把这个鲁生给杀了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杀了还不解气 还要把他的舌头给割下来 非常的残忍 那么这个事情在当时审讯的时候就被翻出来了 问郭蟹你知不知道这么回事情 郭蟹的确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 而且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因为手下太多了 没有办法调查 这个时候 主办的这个官吏就讲了 他说这个事情好像郭蟹真的不知道 不能够怪他 主管刑罚的御史大夫 公孙洪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谢不一 为人侠行权 以牙制杀人 谢谁扶之 此罪生于谢杀 郭蟹一个平头百姓 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 就有人会自动的出头替你去杀人 可见你这个人在当地的声势有多大 所以这个虽然不是郭蟹自己杀的 但是比他自己杀还要严重 建议公孙洪建议要处理这个人 汉武帝最后就接纳了公孙洪的意见 判了郭蟹死刑 还租灭了他的家属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谈栏 至此郭蟹的案子 算是尘埃落定的 可是听到这儿我们也会有一些疑问 按理说 像郭蟹这样的案子是不需要汉武帝来亲自指示 反复过问的 身为一介不一的郭蟹 和贵为天子的汉武帝之间 究竟还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呢 而三位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又有什么看法呢 郭蟹 一个河南平民 汉武帝 身居大内进宫的大汉天子 这两个人在生活上似乎没有什么交叉点 如果我们要说 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解的矛盾的话 好像也是匪夷所思 但是事实上 这两个人还真有不可调调的矛盾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 为了加强国家控制 要把这些地方上的豪强迁徙到茂岭 但就在这个迁徙的过程当中 郭蟹还受到热捧 这反而说明这些豪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而在郭蟹的老家 郭蟹的手下 又把当时主张迁徙郭蟹的官吏给杀了 这就直接是像皇权在示威 皇权在本质上讲 他是一种绝对权力 是具有强烈的排斥性的 像汉武帝这样一个 有强烈的皇权意识的皇帝 是绝不允许在皇权之外 有任何的其他的权力存在 所有妨碍皇权的力量 都会被他无情的打击 我们以前讲的 淮南王刘安 那是汉武帝在加强皇权的过程当中 抓出来的权贵典型 这个郭蟹就可以说 是汉武帝在加强皇权过程当中 抓出来民间领袖的典型 而这个刘安和郭蟹 正好代表着汉武帝时代的 倾向之下和不一之下 从郭蟹身上 我们看到游侠 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郭蟹虽然是一个小人物 但是他背后牵涉到皇权 和国家秩序的大问题 那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 一开始提出了这个问题 以文笔精炼著称的资质通鉴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 来介绍郭蟹这么一个小人物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 很容易看到郭蟹这个人的两面性 一方面 这类人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和能力 在这个民间社会建立了一套秩序 可以用这套秩序来解决纠纷 当郭蟹来到洛阳解决纠纷的时候 他就是在维护社会治安 一场争斗化为无形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些人的行为方式 在很多时候会跃出法律的界限 成为法外行为 有时候甚至要极端到 靠杀人来解决问题 那每当这个时候 我们又看到他 这个是在破坏社会治安 所以对于这类人的存在 他是正面意义更大呢 还是负面意义更大 不同的历史学家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首先把这一类特殊的社会轮群 载入史册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面 描述了很多像郭蟹这样的不一游侠 这些人和郭蟹有共同的特征 有很多类似的势力 司马迁对这一类民间英雄 是充满警网之情的 非常的向往对于他们 在谈到郭蟹这样的人物的时候 司马迁他说 虽石汉当世之文王 然其思义连结退浪 有族称者 司马迁的意思是说 这些人虽然有时候处理问题 会触犯到法律 但是这些人连结退浪的作风 还是值得称道的 所以在描写像郭蟹这样的人物的时候 虽然司马迁也知道他们是体制外人物 但是司马迁还是要突出他们的正面意义 所以司马迁就强调像郭蟹这样的人 他还是努力的和官府搞好关系的 值恭敬 不敢乘车入旗陷艇 对官府非常恭敬 不敢坐车到县压里面去 那么在汉武帝处理郭蟹这个事情当中 司马迁没有发表什么评论 但是司马迁为郭蟹辩护的 这个姿态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司马迁他还见过郭蟹这个人 见过郭蟹本人 说这个人身材短小 其貌不扬 但是居然有这么大的威信 的确令人赞叹 班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 汉书里面也有游侠传 但是写到郭蟹的时候 班固要突出的就是这一类人 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班固提到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就是说经常有一些人啊 半夜的时候到郭蟹家里聚会 那么为什么班固要突出半夜这个时间点呢 那就是为了说明这批人是违法分子 所以要把活动放在半夜 班固说 身杀大权本来应该是由天子掌握的 本来应该是由政府法令掌握的 像郭蟹这样的一介不一 居然能够操动地方上的身杀大权 简直是罪不笼住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班固和司马迁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班固是积极的支持汉武帝 以皇帝的权威来统一社会权利的 他是支持汉武帝打击郭蟹的 换句话说 班固他支持下面建立一种社会秩序 而司马迁他是对皇权以外的民间力量 感到非常大的同情 他们对于郭蟹的不同态度 也折射出不同的汉武帝的形象 在这个司马迁的语境当中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 扼杀了这股生动的活跃的民间力量 那是铁腕忍屑的 而在班固看来 汉武帝这是为推进法治化 建立社会秩序付出努力 所以汉武帝他是英明果断的 司马光是什么态度呢 司马光在自治通鉴里面 没有对这个事情做评论 但是他大篇幅的引用了班固的论点 没有采用司马迁的观点 那么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 司马光和班固的立场是一样的 也是政府权威体制的拥护者 我们以前讲过 对于这个汉武帝在宏观上面 司马光的看法跟班固的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们描绘出来的这个汉武帝的面孔是截然相反的 但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 在如何处理郭谢这个问题上 司马光和班固呢 他的观点又是一致的 所以考察不同历史学家这个笔下的 汉武帝的形象的时候啊 就不能机械化 简单化 而是要去注意每一个细节 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 汉武帝打击淮南王刘安 可以说是在消除丰丰势力的道路上为皇权扫清障碍 打击郭谢 那是在收拢社会权力的道路上为皇权扫清障碍 通过这两件事情 汉武帝强调了 中央和地方不调要一致 政府和社会不调要一致 但是这里还缺一个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啊 思想上要一致 如果思想上达不到一致达不到统一的话 这个中央和地方 社会和政府的这个步调也是很难统一 很难一致的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汉武帝在统一思想上面有哪些作为 效果又如何 请听下一讲 独尊儒素 谢谢 霸出百家独尊儒素 是汉武帝内强皇权 统一思想的一项著名的举措 可是就是这一项举措 三位史学家却看法各不相同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 对汉武帝所谓独尊儒素的本质 是政治斗争这一点揭露得是非常深刻的 反顾罢出百家 表彰六经的行为 把汉武帝塑造成儒家学术的大护法 司马光是支持儒素独尊 不支持汉武帝 司马光认为 汉武帝虽然是独尊儒素 但是汉武帝却不是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好君主 那么汉武帝独尊儒素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儒家思想是怎样脱颖而出 成为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的人 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江鹏老师 为您精彩讲述 汉武帝的三章面孔 第五集独尊儒素